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蛋的新吃法 好看又好吃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把鸡蛋煮熟之后去壳 放上一点香菜叶 也可以用芹菜叶 用纱布给它包起来 包紧实一点 然后用绳子把它绑紧 全部都绑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准备一点鸡腿和鸡翅 汤水后放入盆中 然后把鸡蛋也放进去 加入一大勺生抽 半勺老抽 再加半勺蚝油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作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招拌均匀之后 腌制20分钟 好了 腌好后放入锅中 加入葱姜和干辣椒 加适量的食盐 再放入几粒冰糖 再加入一勺黄豆酱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小包 卤肉料包 不管是用来卤鸡蛋 鸡腿 鸡翅 还是用来卤牛肉 羊肉都非常的好吃 接着再加入半碗啤酒 去腥增香 软滑肉汁 再加入适量的开水 冒过食材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40分钟 好了 已经炖好了 灌火后再浸泡半个小时 就更加的入味好吃 我们看一下 用这个方法卤出来的鸡蛋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好看又好吃 卤出来的鸡腿和鸡翅也非常的香 真的太好吃加馋了 做法也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